1937年11月 山西省会太原被日军攻破 一百多天后 运程失守 与山西隔黄河相望的陕西 暴露在了日军的炮火下 陕西是抗战时期 中国西北军事重镇 和大后方重要基地 日军若占领西安 往西可以切断苏联援助的通道 往北可以拿下 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 往南可以压迫四川和重庆 使国民党屈服 从而结束在中国的战争 所以从1937年11月起 日军就对同关西安等地 连番轰炸长达七年 造成惨重伤亡和财产损失 但一直到抗战生命 日军始终无法踏进陕西一步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在地理上 陕西号称关中四周崇山峻岭 相比其他地方一手难攻 再加上1938年6月 日军进犯郑州时 为防止日军沿铁路南下武汉 西进西安 蒋介石密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客观上阻挡了日军 从河南进犯陕西的道路 所以抗战期间 进犯陕西的日军 多从山西渡河而来 蒋介石命 胡宗南率领40万大军 盘踞关中盆地 而八路军在陕北依托黄河天险 多次击退进西北日军的渡河进攻 虽然日军侵略重心 在培都重庆和重要铁路干线 但也不是没打过陕西的主意 前后三次制定西安作战计划 1941年11月 清华日军总司令 刚村宁次 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夺取西安 然后越过秦岭 进攻重庆的计划 但几天后 日本与美英河开战 从中国抽掉了四个师团 攻打陕西的计划 也暂时告一段落 1942年 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取得初期胜利 便再次打算攻占陕西四川 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当时 华北方面军参谋长 甚至亲自乘飞机 侦查秦岭和巴山地形 次年2月 日本也重提西安作战 但随着美军在中途岛海战 和瓜岛的胜利 日军再无力发动进攻 抗战八年中 陕西始终处于国防前线 多次有惊无险地坚持到胜利 1938年运程轮先后 中条山成为了保卫西安的重要屏障 1938年到1940年 日军曾对中条山发动了 13次大规模的进攻 在国共双方的紧密协作下 军被击退 但1941年1月 晚南事变发生 国共合作破裂 号称中条山的铁柱子的 第四集团军 因与共军交好被调离中条山 总指挥威力皇 也被召回 1941年5月 12万日军对中条山 发起突然进攻 20万国民党守军 在毫无准备之下 一触击溃 被逐出中条山 中国军队阵亡4.4万人 军长唐怀元 武施敏 师长寸姓齐 王骏等多名将领 壮烈殉国 日军仅占死673名 这是华北战场最后一场正面作战 也被蒋介石称为 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陕西最危险的时刻是在1944年 4月日军发起 玉香桂战役 5月洛阳沦陷 随后日军占领陕线 向同关发起攻击 但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下 于6月17号 在寒谷关 成功击退日军 巴士师长王健岳 在战斗中 壮烈殉国 抗战八年中 陕西战士终究有惊无险 正是由于它的屏障作用 才使重庆政权得以偏安 也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安然无药 陕西在抗战时期的重要作用 可见一斑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黎视频 动力时栏目